滑雪慢性损伤膝盖痛三个主要原因和七个自检改善方法 嗨,欢迎回来楚河山里人,我是从 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诸事顺利 滑雪可以安全快乐,每次滑都可以有一些进步 无论单板还是双板,初级还是进阶水平 很多人都会遇到滑雪后的膝盖痛 一部分人就会把它归结为是当天滑的比较疲劳带来的 但实际上多数的滑雪膝盖疼痛都是姿势不对 和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带来的慢性损伤 如果日积月累是对膝盖有永久不可逆的伤害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三个主要原因和七个自检方法 开始把这个问题解决 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膝关节的扭动 因为膝盖是脚锁关节 就像我们胳膊肘一样,它是可以上下动 但是不能左右凝转 多数这样左右凝转 加上滑行中的速度加持 会让你的膝关节韧带和半月板软骨受损伤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滑行过程中 没有做任何膝盖的减震 这样震动起来对膝盖也是不好的 第三点是膝盖周围的肌肉已经非常疲劳 非常酸痛了 你依然还在坚持滑行 这种时候肌肉对关节没有保护作用 也非常容易让膝关节受伤 七个自减和改善方法 第一个是单板和双板初学阶段比较容易遇到 有的人也会带到进阶阶段 就是膝盖的内扣 正确的方法是膝盖要顺着你的脚的方向打开 什么情况下呢 比如说双板刚开始做八字滑行练习的时候 为了他想加强控制 所以有的人他会选择利刃 然后两个腿夹住 这种方式呢就已经形成了膝盖的夹角 就是我们说的主要原因的第一种 然后他会对你的膝盖造成比较大的损伤 然后膝盖会痛 这种情况下你要注意两个大腿要打开一些 然后你的膝关节弯曲的时候 要顺着你的脚的方向 血板的方向 如果想增加血板的控制 你可以通过打开整个两个血板的角度的方式 而不是角度非常小 却只是用这样扣着来滑行 所以双板滑行中八字确实是 无论如何对膝盖我认为都是会有损伤 我们会尽快度过这个阶段 进入到平行阶段就会好很多 八字进阶到平行阶段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我们拍了非常多的视频 如果你需要可以去之前查看 另外单板也是一样 单板你开始学的时候 两个脚这样站在板上 那有的人会一紧张 他就会往里夹住 然后这种方式也是要尽量两个大腿打开 尤其是女生 然后大腿要注意打开 然后顺着两个脚的方向 做膝盖的弯曲 另外也要检查你单板固定器的两个脚的角度 两个角度的角度差 一般不要开得太大 尽量不要超过30度 第二个需要检查的是 你的重心有没有后落 通常你重心后落的时候 又滑了一段时间 你的大腿肌肉会非常酸痛 当你觉得这一块肌肉已经很酸痛的时候 你应该停下来调整重心之后再滑行 不然这个就会造成第三个主要原因 就是会让你的膝盖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也会非常容易 如果路面不平整 有一些颠簸 膝盖也会受损伤 即使你的膝盖没有进行扭转 这个问题在刚开始初学和后期 逐渐进入到超过心理预期的坡度的时候都会出现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暂停 然后调整你的重心 然后把重心提前 然后再开始滑 逐渐习惯了现在的这个坡度和你要做的练习 第三个要检查的我觉得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滑的比较好的 已经在进阶阶段的滑行者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就是你滑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 上身在旋转 但是你的髋关节没有参与 导致了你带动了你的大腿再转 但是你的小腿往下都还没有动 通常是在入弯阶段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膝关节的扭转 这个会形成 我认为是双板中主要原因的一个膝盖损伤 包括单板滑行也是 你的髋关节有没有打开 再跟着一起血板再转动 如果你髋关节没有动 但是血板已经在转动 其实就是会形成大腿和小腿之间 它有一个角度 然后膝盖就是扭转的 它对你的膝盖不好 说了这么多比较复杂 其实你只要记住 膝关节尽量做弯曲和伸直 不要有任何的扭转和侧面的外力给它就好了 有的时候你看 有的人滑行的时候 你感觉它好像膝关节在内扣 其实它是髋关节在旋转 它膝关节只是在弯曲而已 就这种阶段更多的问题主要还是你的重心有点偏厚 你尝试做练习呢 转弯之前入弯的时候做隐身 然后入弯滑行 这种可以比较好的改善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再优化一点呢 就是你的髋关节参与的要多一点 除了髋关节的旋转 还有它的反弓 然后还有你重心要尽量转弯后压低 都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 滑雪中还有很多类似这样不起眼的细节 如果不注意就会造成慢性损伤 比如要区分阴天镜和晴天镜 如果你在晴天带了一个阴天镜 那时间长了还是会对眼睛有损伤 比如像今天这种上午阴天下午会放晴 我就会选择带了outdoor master的这个全天镜 第四个需要检查的是你有没有做检震 我们检震主要是通过三个关节来做的 脚踝膝关节和髋关节 如果你的基本站姿还不理解的话 要从基本站姿开始做 脚踝收住 膝关节弯曲 髋关节折叠 这三个关节在一定幅度内 是可以上下打开和关的更小的 这种情况可以在你划任何雪面 无论是不平整的地形 还是忽然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 都可以给你比较好的空间 可以让它划的更稳定 三个关节在一定程度内的开合 不但可以让你的滑行更稳定 而且更能减少膝盖的冲击 第五个是在山里自然新生 很多大的蘑菇地形的时候 你上包的时候一定要收腿 下包的时候要伸展 然后让你的雪板做上下贴合地形 把这个包吸收掉 这样你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冲击 第六个需要检查的是 如果有起跳落地动作的时候 单板双板都一样 尽量用板头落地 用雪板的形变来吸收掉地面的冲击力 这样如果你是板尾落地 或者是跺下来的情况 对膝盖的冲击就太大了 第七个要检查的是你的装备情况 比如双板你要去检查它的脱离值 是不是符合你的体重 公斤数的实位数上下 如果它太高了 你摔倒 没有它及时脱离的话 容易让你的膝盖扭转受伤 单板也是一样 单板的两个脚的固定器的角度 差值也不易过大 过大的角度 不但在滑行中有旋转的压力 另外在摔倒的时候 也会有更多的膝盖扭转的风险 感谢观看